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吴瑞亭来头也不简单 吴瑞亭曾获得世界挑战赛 男子三级跳远冠军等等 可以说1995年出生的吴瑞亭 也是我国三级跳远朗朗升起的新鲜 国内非人之间的强强对决 到底输强输论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欣赏精彩的画面 比赛开始 朱亚明在第一跳的时候 完成的并不理想 朱亚明这三步都有点平了 这一跳朱亚明只跳出了16米66的成绩 占据第三的位置 而吴瑞亭在第一跳的时候 完成的就会更加好一些 这一跳吴瑞亭在逆风1.5米每秒的情况下 跳出了16米78的成绩 占据第一的位置 不过在第二跳的时候 朱亚明很快就做出了调整 这一跳朱亚明跳出了16米94的成绩 逆转占据第一的位置 或许在朱亚明的刺激之下 吴瑞亭在第二跳的时候也有了起射 不过吴瑞亭这一跳太早起跳了 差点就没有踩到他板 这一跳吴瑞亭跳出了16米90的成绩 占据第二的位置 或许是太想去追求更好的成绩了 这也让朱亚明特别去注意了自己的踏板 结果后面三步都没有提起来 直接失误了 这一跳朱亚明跳出了15米17的成绩 继续占据第一的位置 而吴瑞亭在第三跳的时候 完成了中规中绝 这一跳吴瑞亭跳出了16米68的成绩 继续位居刺斜 在第四跳的时候 吴瑞亭只跳出了16米70的成绩 在第五跳的时候 吴瑞亭因为放回无成绩 继续占据第二的位置 在最后一跳中 吴瑞亭只跳出了16米66的成绩 这也把最后的表演时间留给了朱亚明 或许是直接放弃了第四和第五跳 留给了自己足够的休息时间 结果随之朱亚明在最后一跳的时候 终于爆发了 这一跳不管是冲刺还是踏板 朱亚明都做得非常到位 这一跳朱亚明跳出了17米39的成绩 最终朱亚明凭借着最后一跳的完美表现 以17米39的成绩无形内夺冠 而吴瑞亭以16米90的成绩获得亚军 朱亚明这17米39的成绩 或许在受到疫情的影响下 在没有怎么比赛和实战的情况下 朱亚明还能跳出这样的成绩 也已经做得非常不容易了 也期待朱亚明会有更加精彩的表现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 看起来的鱼赛师有我大手相伴 我们下期再会 再次看起来 北京大利亚明的成绩